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以2007年這趟旅行為例 那我每次旅行大概會有建築的專業 非專業的一些朋友的參與 不過接下來這個簡報是其中的一個朋友 一個建築師跟著我們去旅行 他所觀察跟紀錄的 那這個建築師的紀錄 他就把整個旅行的觀察分成幾個主題 第一個叫做簡單的幾何 第二個叫做幻化光影 第三個叫柔和環境 第四個叫再生利用 所以其實我們看的建築的案例 有各種類型 但是你如何去把這些各種不同的建築的方案 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一種定義 或者非常有趣的概念去加以整合 所以接下來這個簡報 夢建築師就把跟我去旅行 看的這些案 把它歸納成為這四類 第一個簡單的幾何 談的是一個建築的量體 如何利用非常簡單的幾何關係 去討論空間的層次 先不用畫 待會我會每一個案子都會有手畫的圖 你們可以看到 當我們在旅行當中 你怎麼樣去拍照跟畫圖 待會詳細介紹個案各位再畫 第二是談有關光線 建築這個光線太重要了 有光線建築好像活過來了一樣 建築變成一個立體 沒有光線 建築是平面的 是沒有生命的 所以光線對於建築來講非常重要 建築的幾何當然是很重要 它是好像形成造型的背後 非常重要的這些元素就是幾何 再來建築還有很重要 它是要跟周遭的環境要怎麼融合 因為建築不是雕塑 它必須要跟環境有一些搭配 不管是地層高低的關係也好 或者風向的關係也好 或者是水的關係也好 都要考慮到環境 再來我們不可能所有的建築 一個城市所有東西都是新造 所以現在有一個很重要議題就是 再生跟利用 一個城市有生老病死 所以我們有城市的旧的建築 再利用都市更新等等這些議題 在歐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我們來看幾何類型的議題 我們看第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在這個案子的題目 叫做礦業同盟設計管理學院 這個案子是在德國 你們看過盧爾工業區的影片對不對 在盧爾工業區裡面 在去年有正案一個案子 那我們來看看整個盧爾工業區 是有很多的閒置的工廠 經過remodel完以後變成一個園區 我們要觀察紀錄的 其中第一個叫做礦業同盟設計管 在這樣一個園區裡面 去蓋了一個很簡單的方盒子 那這個方盒子 它的概念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方 打了很多洞 讓空氣光線等等透進來 所以它沒有一般的這種所謂的 製設的樓板的關係 第二個我們要觀察得到 一個叫做工業設計展覽中心 工業設計展覽中心 在那個城市的遠見裡面的專輯 各位有看得到 是利用舊的工廠 專造的工廠去改的 那裡面展覽的都是設計得獎的工業產品 或者家具也好 或者汽車也好 這些很有趣的得獎的 RF的得獎的作品 那設計師是英國建築師 Norman Foster 那右邊的這個礦業同盟設計學院的設計師 是日本的魅島和氏小姐 建築師 那不一樣的風格 但是都非常的有趣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各位畫一下 你各位看一下 右邊的這個建築 在我們的觀察裡面 那我們如果去觀察這個建築 它把這個建築的 各個不同的面向的觀察 把它做一個拆解圖 那像這個圖就很簡單的 它講的是一個非常純粹的幾何體裡面的六個面 那除了底面它要接觸地板 剩下的五個面 基本上它都像這種大小各種不同的這種開口 所以全部是一個正方形的 那這個開口是一個大小密度的一個設計的調整 高高低低的 那所以在這邊它有一個用一些索引說 一二樓是一個展場 那裡面空間有些獨立的柱 那中間有三個管狀是從頭到尾貫穿 那它也是結構 那各位看得到紅色的部分 就是所謂它的電梯跟樓梯的位置所在 那整個建築的外觀呢 都是用清水混凝土 所以各位看得到的是一種 這種看起來六面都是一個正方的 那每一個開口都是正方 但是大小位置好像是蠻有趣的 這種散落在五個面的關係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也可以去拍照 但是除了拍照以外 我們也要用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圖面 來說明這個建築本身 它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是什麼 那有一些簡單的線條 說出來有一些文字的註解 它的重點是什麼 所以我們一般觀察建築 你可以用幾種顏色的筆 或者用細線或者重線或者虛線去做一些標明 所以各位簡單的畫就好了 各位簡單的畫 那在這個一個小時的演講之後 各位要把你的手稿交給我 那這個是 其實這張圖我猜 這個建築師也大概是三分鐘 四分鐘就畫完 大概是這樣 所以也大概我跟各位講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你大概畫圖畫重點 這個重點就在一個非常簡單的對稱的幾何裡面 它的一個開口是一個random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立面你幾乎不知道哪一個樓層在哪裡 因為它沒有所謂的開窗沿著那個樓板線的高度在做控制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這種random的一個幾何關係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清楚的照片 右手邊是這個建築師畫 左手邊是現場的拍照 因為我們不是上帝 我們沒有辦法到這個角度由天空往下看 不過因為我們從各個角度或者甚至進入到室內空間 我們知道關係是這樣子的 甚至它可以到屋頂去看到屋頂的開口是有四個洞 所以它可以去到最後做一個等角的這樣的一個紀錄跟觀察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開窗很有趣的是一個random的概念 但現場裡面在這個學院裡面也有一個模型 用木頭做的模型 所以非常有趣 那它整個是一個流動的概念空間 那裡面蓋的這個就希望在工業區裡面有一個 類似像藝術跟設計的一個學院 那這個就是學院裡面的 設計管理學院裡面的空間的照片 那剛剛我們在這張圖裡面看得到有三個紅色的管狀 它分別是電梯跟樓梯 有一些非常細的這些柱子結構在裡面圓管狀的 在那張圖裡面也有膠帶 那很重要的就是那個窗的部分 窗的部分 開窗 所以它的窗看出去 像一幅一幅錯落的一個畫框 去框到外面的景色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到目前來講 非常少有一種建築的樣式 所以它的開窗不是有一個高度線 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隨意的隨機的這種開口 所以你看看出去全部都是一個綠的 但是這個屋頂 屋頂它也不是一個全部開放的開口 也不是一個全部密閉的 當然屋頂本身跟市邊的這種Pattern都是一樣 都是這種大小不同的開口 所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Follow到建築的五個面都是一樣的 同一個概念 接下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案子 下一個案子叫做在荷蘭 這個叫影音學研究院 影音學研究院 所以各位請你畫第二個圖 這個圖 那我們看這個建築的外觀 它也是一個方盒子 非常簡單的方盒子 這個非常簡單的方盒子裡面大有玄機 各位看一下 這個建築是畫的一個等角的圖 它是說這個空間 雖然它外觀看起來是一個正方 但是裡面你進來的整個空間 你感受得到一個大型的階梯 一直往地下走 另外這邊有一個階梯 可以往外看的一個露台 所以這邊的露台是喝咖啡的 叫free coffee 外面有水池pull 所以在這邊它是一個大型的階梯的落差 這個落差裡面有不同高空的橋 把樓層連貫在一起 但是這個階梯往下降的這個空間 它的上方的天花板 剛好是倒回來 是一個往上升的一個折板的天花 天花上面有一些鋁的材料 有一些網點的玻璃 而且可以看到skyline 有天光自然的光 可以從天花板上面下來 你看得到綠色格子的部分 是一個彩繪玻璃 是一個純手工的做法彩繪玻璃 這個彩繪玻璃就是各位在照片上 所看得到的外觀的彩色 這棟大樓是一個影音學院 其實裡面收藏的就是荷蘭的這種 他們的電視節目跟電影節目 所有的幾十年的收藏 所以裡面講的是電視跟電影 所以他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電視跟電影回回到顏色 因為我們在看電視的播放 它也是三元色的投射 對不對 印象管投出來的三個顏色 所以他的想像 這個建築的外觀可不可以像 螢幕的很多的pixel一樣 一個一個彩色的一個色塊 去組構成一個方合 這個方合就是像一個電視一樣 當然外觀除了彩色以外 它的所有的玻璃都是用手工燒出來的 上面有影像的 就是有電視裡面你所看得到的 很有名的電視節目的影片的影像的剪影 所以他把它做成玻璃的浮雕 玻璃浮雕之外 玻璃的裡面都還有手工燒出來 這種彩色的玻璃 好了 第二章我要往下走 OK 你就盡量了 畫多少算多少 好 來 好 沒關係 那個小圖還在右邊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麼樣一個非常外觀看起來 很簡單的一個方合子 其實裡面帶有文章 裡面的一個剖面的變化是一個 成一個階梯狀的 往上的階梯跟往下的階梯 那它往另外一邊的階梯是往水池 這邊可以瞭望 那我剛才所講的 它的玻璃 就是電視畫面的這種 很有名的電視畫面被截取 然後做成這個好像立體的壓花 立體的壓花的影像 玻璃裡面都有各種不同的 非常美的 非常漂亮的顏色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看得到的整個天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右上角的這一張畫面就是 右下角的這一張圖 所要呈現的一個空間的狀態 那右下角這個它說有一個 折狀的一個天花 都是一個鋁的 那背後的這個綠色網格的部分 它是一個彩色的手工玻璃 然後那個天花板有自然的光 也skylight可以下來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沒有辦法拍到天跟地 但是你在畫圖很容易就可以 把整個空間畫進來 所以上面那張圖事實上 只是拍到上端的那個部分而已 那這一張就可以看得到 那個天花板的一個折板的關係 也是天花板的另外一邊 折板的關係 鋁板 那這是往下看 那這個就是一條橋 穿越過到對面這是平的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所站的這個位置 是一個階梯狀 往下的這個階梯狀 一個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 像一個深谷一樣的一個抖面 那另外這張所拍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圖手畫的右邊的 有一個大的階梯狀 那往右可以看到一片水池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它是你可以坐在那邊喝咖啡 看到整個水池的關係 所以這張很清楚 這個就是free coffee 你在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階梯的造型 的一個咖啡廳裡面 往外可以看到整片水池 所以它抖面的關係 事實上是 各位看到這張圖 它是說一個90度的一個轉折 所以你看到這個天花板的這個抖面 跟這個階梯 它是一個90度的一個轉的關係 所以非常非常有趣的一個立體的關係 比較晚到的同學 請你拿A4的紙 那接下來我演講的幾個重要的建築 請你畫下來 好 第三個案子 第三個案子 這個建築是談有關光的關係 那這個建築是在奧地利 奧地利的Brigent B-R-E-G-E-N-Z 它是一個博物館 那這個博物館看起來是很特別 因為基本上這個博物館好像是沒有造型 但是裡面的光的變化是非常的令人訝異 可以看一下這一張天花板 天花板上面的這個白色的光 是自然的光源 是自然的光源透過厚度高達2米的天花板的側面 漫射進室內 好 請各位畫這張圖 各位看看右上角的這一張畫面 那這個建築基本上有兩層 有兩層 那裡面那一層是用水泥做的 外面那一層是用玻璃做的 樓梯就坐在水泥跟玻璃之間 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樓層跟樓層之間 還有一個兩米高的這個縫隙 可以讓光線從天花板帶進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建築基本上是一個房盒子 那這房盒子的外層呢 藍色線畫的這個外層 是一個玻璃的外層 玻璃的外層 那玻璃的裡面的紅色的這個部分呢 紅色部分這個牆 是一個清水膜的內層 就是說它是用清水混凝土所灌的一個 非常簡單的立面 清水膜的一個混凝土 然後最特別的是光線 光線你看到左手邊的這個綠色的弧線 有一個箭頭的這個 從側面採光由天花板進入 到這樣的一個室內災難空間 所以室內災難空間幾乎不需要用人工的照明 那整個照明會自然的暈染到所有的空間裡面 所以這個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概念 那這個建築師是非常有名的建築師 那所要處理的就是光 在這個空間裡面的一個變化 那當然重點就是這個建築有兩層 有一層是裡面的混凝土 那外面是一層玻璃 那再來是這個天花板呢 脫開 脫開一個很厚的縫隙 所以讓自然光可以從側面天花板渗進來 OK 好 那我再放下一張 這個圖片會往右移 好 好 所以這個 Austria Briggen Kunst Museum 這個建築入口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的簡單的混凝土的跟玻璃板 所以這個建築的表情 事實上都在處理一個表面的材料而已 表面的材料一個氛圍玻璃的 所以你看這個建築的工藝是在這邊的 這個轉角 基本上玻璃跟玻璃是有一點點大概 五公分的脫開的縫隙 用這個金屬的掛鉤去掛住這個玻璃 細節各個可以不用畫 每個案子你畫一張就好了 其他你聽聽演講 所以但這個玻璃呢 它本身是一個霧面的壓花的毛玻璃 所以光從外面進來 就會透過這個霧面的玻璃 把光開始漫射 就是室內裡面 那產生一種非常有趣的 室內非常均勻的光線 非常均勻的 在裡面 所以看起來這個 不管是屋頂啊 牆面好像都是一個亮的狀態 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這個建築幾乎是沒有特殊的造型 也沒有特殊的表情 但是它表面的這個文理理基 處理非常非常特別 寬花的光影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座樓梯 樓梯你由下十幾而上 看得到的都是非常真實的材料 不然是混泥土的 用這種很謙虛的 不鏽鋼做的扶手也好 那這種由天花板所下來的一個自然光源 非常非常美 那這種建築呢叫做極簡建築 極為簡單 它講的不是造型 講的是這種材料的細節 材料的這種很細緻的這種處理 或者談光線本身的這種變化 那展覽館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天花板幾乎沒有任何的那種 像青鋼架的分割線幾乎沒有 所有東西是由上面掉下來的一個金屬的扣件 去夾住玻璃 那裡面事實上我們所看得到的光線 都是自然光源 漫射進室內 非常的簡單 好 這第四個案子 第四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呢 在瑞士的山區裡面 瑞士阿拉貝斯山山區裡面 叫做內基磚美術館 那這個山區裡面的小小美術館 它用了一些比較傳統的材料就是磚 還有一些木頭 還有一些玻璃 去做一個地方型的小小的美術館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建築基本上是一個 看起來有點傳統有點現代 傳統是它用了木構造的材料 然後用了一些斜屋頂 那現代它是做了一個很大的開口 開窗在這個道路的這個level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的美術館的空間 那各位可以看到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屋頂有一個玻璃的區域 那那個是一個特別的展覽室 有一個全部用玻璃處理的一個特展室 各位待會看得到 好 圖來了 所以這一張圖畫的是上面的那個玻璃的空間 它不是畫整個美術館 它畫的是這個玻璃的空間 它上面純粹是用玻璃的 然後天花板也是玻璃 但是玻璃它有一個濾網 把光線濾掉 所以光線經過濾網之後 它再慢慢進入到室內裡面 那這個玻璃的那個展覽空間 總共有往下總共有三個樓層 有三個樓層 所以它三個樓層 二樓跟三樓之間 有一個在中間有一個很長的樓梯上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玻璃的天花 玻璃的地板 在二樓的部分兩邊 藍色那個部分是玻璃的地板 綠色的部分是講光線 如何由屋頂的玻璃天花 一路貫穿到二樓的地板 一直到一樓 所以主要談的也是光線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木構造的房子 它如何讓光線從三樓的屋頂 一路滲透到一樓 當然除了屋頂做玻璃以外 二樓的這個樓板的兩邊 是做玻璃的地板 所以光線可以透過局部 透過玻璃的地板再往下 漫射到一樓的展覽空間裡面去 大概以這張圖來講 它不是畫外觀 它等於是畫這個最重要的 整個展覽廳的光線 如何由上端的三樓 穿越過二樓到一樓 各位也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一個非常優雅的感覺 一片綠地 入口這邊 其實是一個水 水流用鋼做的 入口是用水泥的一個門 進來有一些木構造的建築的立面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除了光線的利用以外 它也是一個新舊融合 一個很好的案例 非常非常優雅的一個建築 好了 縮小到一邊 還有再停留一陣子 那裡面的空間 各位可以看得到 其實不只是亞洲人喜歡木構造 尤其是日本 但是歐洲他們也喜歡木構造 其實木頭是一個非常環保的材料 因為它是溫暖的 它是自然生產的 它的生產不浪費能源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種 木頭的這種非常樸實的質感 它不是貼皮 它是真的留住原來木頭 這種非常粗糙的紋理 去做這整個構造 所以非常非常美 因為它的材料也好 它的一個構造也好 非常的真 那各位可以看到到 裡面這種空間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是複合的 有一些部分是水泥的 也有金屬的 也有玻璃的 也有木頭 當然這個木頭是一個比較粗獷的 很誠實的 不是貼皮的 不是拿來當做壓花的 當表面的裝飾產 跟台灣很不一樣 台灣這種木頭是拿來做裝飾的 不是拿來當做 建築本身的材料 這個就很不一樣 看著這張畫面 我們可以對照的 所謂的這張 術寫二樓的玻璃的地板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天花板的那個玻璃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個綠色的光線的方向 是從屋頂的這個斜的玻璃天花 一直下到二樓的玻璃的地板 一直到一樓 所以你在一樓 超幻三樓的時候 你忽然很訝異 光線不曉得從哪邊來 原來它是一個屋頂 所曼射下來的一個自然光源 所以以這個為案例的話 它是非常小心在處理 光線如何在這個空間裡面流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光線要流下來 都是靠邊邊 所以這一些畫的部分是亮的 但是中間的人要 有點距離要休息 要觀賞的部分是比較暗的 所以它想不見得 整個房間都要亮 是畫的部分要被看到 是有光線 其他中間是可以比較暗的 各位看得到這座樓梯 就是它塑寫裡面的 中間的這一座樓梯 是要往三樓那一座樓梯 這座樓梯有什麼特別 你看這樓梯 本身它也用玻璃做的 你感覺到它在空間裡面 它是不妨礙視覺 而且光線可以穿透 非常非常優雅 這座樓梯的結構 也是一個很輕盈的 非常細緻的一個 折線的這種鋼材 把玻璃的這個橫板 就跨在上面而已 非常非常簡單的 優雅的精準的設計 應該第五個案子 這個也是談光線 第五個案子也在瑞士 就在剛剛那個案子的隔壁而已 這個叫林納爾博物館 這個也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小的美術館 你看它這個箭子有什麼特別 你看它在屋頂都有一點點斜的斜板 這個斜板它是要 屋頂它是要做彩光了 那美術館的彩光 通常它做天光都朝北 因為北方的光線不會直射 所以它光永遠非常穩定 而且它的光不會過亮 傷害到藝術品畫本身 所以我們如果看到美術館如果有天窗 它通常來講都是朝北 都是朝正北 因為太陽不管是春夏秋冬 它大致是從東南到西南 尤其是北半球 那一定是東南到西南 那所有的美術館的開窗 天光一定是朝北 所以它有一個這樣的構造 好 來第五張圖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張圖它所畫的 不是畫建築的外型 它畫那個美術館如何透過 朝向北方的那個玻璃斜面去採光 那那個採光如何進入到室內裡面來 所以由上方的 各位畫一張就可以了 這有兩張隨便畫一張 那也就是說展覽館的主要的是一個 類似像一個像一般的房子 有兩邊斜角的剖面 那其中往北邊的這種斜角 屋頂它有一片 一片的這種玻璃的可以彩天光的 Skylight的這種框架 那其他的裡面就非常非常簡單 那畫就在牆面上 按照眼睛視覺的高度去掛而已 那在轉角放了一些椅子 那下面的這一張是入口的櫃檯 這個比較複雜 各位不用畫 就畫上面那張就好 畫下面也OK啦 那它彈的就是一個室內的 它講的那個地板 是一個木頭的地板 所以它說是 潔淨的天花板及窗 所以裡面的空間非常非常非常的簡潔 簡單 那下面這張圖是說 那個門也是內砍的 是藏在這個牆的後路裡面 好 這個應該很簡單 好 我們往下 所以這樣的一個 內部的採光的方式 所以讓那個正的光源 一路滲透到裡面來 那往最北端的 有一個深的這個框 可以看到外面的view 非常非常美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然後甚至這個服務人員的 這種服務性的 動線的入口 牆面跟這要進來的 這個踏街是脫開的 下面有一個非常簡單的 水泥看的一個踏街 那各位看到這個另外 這一邊的入口 各位看得到這個 Linner Museum 所以這個博物館的招牌在哪裡 各位有看到嗎 博物館的招牌 在這個入口的水泥的門框上面 是一個用雷射切割的鋼板 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做法 非常簡單的一個 那這個是入口的櫃台 就是剛剛的下面的這一張 第二張畫的這個空間 那櫃台它有一整排的 這個木頭的櫃子 非常簡單的分割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lighting 是藏在那個牆的縫隙裡面 去漫射 就是間接反射到天花板 這整個空間是非常簡單的優雅 在台南多的細部的處理 體的流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地板是一個水泥 水泥粉光的地板而已 那整個櫃子是用很簡單的木頭 那牆面看起來就有一些光在裡面流動 那尾端的那個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綠地 那所有的椅子也是這種很輕的這種薄的線條 在空間裡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概念是從頭觀測到底 包括這張椅子 這張椅子那麼簡單 一個用木頭做的很輕的 下面就四肢很細的這個金屬桿 方管很簡單的去落地 所以它讓這個木頭的比較大的這個體 好像浮在這個轉角這個白牆上 那它裡面的畫是比較抽象的 比較現代的 瑞士的一些畫家 那這個就是門框 各位看得到的這個是Sketch畫的這個門框 所以它的門框是看不到了 因為它全部收到牆的厚度裡面來 所以看不到門框 門框就收在牆內了 好 那個 好 等一下 那個 聖權你要先接電話嗎 你先接一下 那我們再談一個案子 來 最後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在法國 在法國 它叫做賽尼峰學院 對不起它在德國 在德國南邊 德國南邊 賽尼峰學院 那這個是很有名的那個光電 用光電做的一個建筑 那這建筑你看它外觀 看起來都是一個用木頭構造 架起來一個大的玻璃盒 那整個屋頂都是用光電板 那這個建筑非常非常大 那它是一個 非常大 它是一個學院 它也是一個研究能源的一個學院 能源的保存 環境的一些 人類環境的一些研究 所以這個圖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紅色的是木頭的結構 那看起來把這個拉開的 那個是玻璃框 很大的玻璃框 那玻璃框的上端 都是一個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的一個交錯 那這個整個空間裡面 等於在玻璃體裡面 還有很多小小的建築 各別不同的實用的單元 那中間有一條水 一直流灌到 流到這個室內的大的玻璃盒裡面去 那每一個體可能是一個教室 可能是一個辦公室 可能是一個餐廳等等 那這個建築非常非常的巨大 但是裡面卻用了很多環保的 節能的概念 它的很多的玻璃是可以打開的 讓風可以自然的對流 那人走在這個太陽能板的下方 因為太陽能板也不是全部都是太陽能板 它有做成各種不同的pattern 所以你走在裡面好像那個 走在雲下面一樣 因為雲是這種比較變化的 比較流動的非對稱 所以木頭是結構 結構的支撐點 那藍色的中間 表示水 所以進入到室內也可以降低室內的溫度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步道的灰色的 咖啡色的部分 它裡面幾乎不打什麼 不用太多的水泥 就是很簡單的碎石的鋪面 所以你進入到裡面 好像進入到一個溫室裡面 或者進入到一個自然裡面的一個感覺 所以整個建築基本上是一個 把很多房子放在一個玻璃框裡面 這玻璃的上端是一個太陽能板 所以你進入到裡面就好像 那些雨會被隔絕在外面 但是光線可以進來 風可以自然對流 那水可以引入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環境 當然也用很多的木頭的構造 用很多的木頭的構造 做結構 所以這裡面很精彩 你現在走到裡面 就覺得好像在戶外一樣 在戶外 那裡面也有住宿的 也有教室 也有辦公室 也有餐廳等等 非常非常非常優雅的一個環境 所以如何在建築裡面去營造一個自然 是一個營造一個環保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概念模型 最早發展的一個概念模型 所以一個那麼大的玻璃盒裡面 事實上是有1 2 3 4 5 6 7 8 9 只有9個單獨使用的空間被涵蓋在裡面 所以你看這個木構造的一個 structure 基本上是一個四五層樓高的一個結構 那各位看得到屋頂的那個就是太陽能板 太陽能光電板 太陽能光電板 那剛剛畫的這個咖啡色的部分 就是裡面有很多這種自然的鋪面 就是這些碎石 當作空間的鋪面 那室內有一些公共移住 好 那個 我的演講到這裡 那 接下來 你的筆記留著 待會要交給我 那接下來我請建築所已經畢業的研究生 郭勝全同學 來跟各位講一下我們的 待會要操作的展覽 來 勝全來 那我就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接下來有個在 我們學校的藝文空間呢 有個交大建築展 然後先講解一下 我們會請同學們製作一個 紙箱的一個概念跟一些製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我們的海報嗎 然後它其實就是我們展覽的元素所構成的 我是按下嗎 還是 然後這是我們紙箱的一個大概的概念 就是一個L型的紙箱 然後上面會有一些比較流動的紋路在上面 就是點證圖在上面 好 下一張 然後基本的構成這個展覽 它就是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一個L型的紙箱 然後在三圍裡面三個軸向去堆疊 然後那時候我們一開始提了一些簡單的構想 它可以構成同學們的一些展示的單元 可以放模型 然後可以貼圖 然後貼圖就是以50x50為一個單位 剛好符合這個L型紙箱的一個 就是它的長寬高這樣 然後我們也study一些貼圖在上面 就是這個紙箱它不是一個單純的咖啡色的紙箱 它上面有一些 就是你近看會有一個紋路在上面 然後遠看也有一個就是微觀的紋路在上面 好 下一張 然後這是我們一開始在study的時候 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展示的方式 然後它可以散布在地上 然後也可以堆疊起來 然後這是我們一開始在study的時候 在展場裡面 然後用這個十分之一的模型 然後去堆疊出來的一個大致在展場裡面的效果 然後這是我們真實十分之一的模型 放在我們學校的義文空間裡面 去study的狀況 有不同的分區 然後有不同的型態 像有的是比較水平的 然後有的是比較垂直的 然後有的是比較隨機的秩序在上面 然後這就是接下來就要講 這個L型的指向要怎麼去製作 然後主要的材料會在工廠裡面已經裁切製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會有幾個步驟 然後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這單元呢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的那張圖 就是它有分成三個部分 然後第一個部分就是 那上面有一小片寫乘以16的 它是在L型指向裡面的一個卡接之後 會變成一個像格柵板的單元 它總共會有16片 然後再來是分成兩片的那個 底下看到有一片是寬度是1米7 一個是50公分的這兩片 然後第一個步驟就是把我們裡面那16片 那個卡接的8片8片卡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就會變成兩片 像右下角張圖一樣的那個兩個片的那個 就是像是格柵板的那個部分 然後把它黏起來 就是它垂直的黏起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另外我們會封成L型的外殼 然後把它加和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注意到左上角那邊 是有兩個長度一樣的 50公分乘50公分的地方黏在一起 因為有一邊是50公分 然後一邊是60公分 大家只要注意把這個兩邊一樣的 就是把它黏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後刷上白膠之後 再把它用手壓大約一分鐘左右 它就會黏住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第四步驟 再來第四步驟就是接下來把剩下的那個邊把它黏起來 就是像上面看到還沒有黏起來的 然後再把它也是一樣在那個接合的地方刷膠 然後再壓一下 也是壓大概一分鐘它就會黏住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我們剛剛先前垂直90度 把它黏起來的那個蜂巢板 那個格柵板把它塞到那個 我們黏好的那個外殼裡面 然後塞進去之後它會剛剛好 然後再把它兩側的那個 那個L型的那個封邊把它封起來 然後看到右下角這一張 那個紅色的那個虛線就是要塗白膠的部分 然後塗上這個白膠之後就是可以完成最後一個步驟了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用你的手然後上下跟左右把它壓住 也是壓大約一分鐘 然後最後大概 你們拿背包或什麼之類在上面壓 它就會固定住了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紙箱 然後這是我們這個展場 那個展示單元的一個製作的流程 那個因為材料還沒到啦 所以我們繼續演講 等到了我們再出去 那個下一個案子談的是建築跟環境的關係 那這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是日本建築師安騰忠雄的作品 那這個也在德國 那在德國 那在德國 這個案子叫做 朗恩基金會美術館 那安騰忠雄的案子 都是很簡單的集合心體的關係 再加上水或者天空或者光影 好 那這個複雜 那這個複雜 你要畫 不畫沒關係啦 請大概你有幾個案子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入口是一片水池 所以人經過一個很長的長廊之後 再轉進這個玻璃盒 玻璃盒進來並沒有看到美術館 進到玻璃盒是購票啦 從玻璃盒還要再轉進到這個方體裡面 才是美術館的本身 所以基本上是有幾個轉折的這種重疊的關係 那裡面的這個空間呢 看得到的藍色現在畫的這個就是 青色混泥土的一些樓板啦 牆面啦 大型的階梯啦 等等 所以你看到幾個角的這種折線 再來這個地下的這個展覽空間 有天光 這個skylight可以下來 等等 這個不用畫沒關係 這個不用畫 這就聽一下好 那接下來它整個空間 就是這種空間的內跟外 那人造的跟自然的 水跟綠地 光跟影的這一些變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玻璃的框也好 光影啊 人如何走進 走進這個非常簡單的集合空間 那這整個基地原來是那個北約 北約的一個基地 北約的一個基地 那因為 蘇聯瓦解了以後 那北約這一基地就 軍事的用途就失去了 所以他們把這個軍事的基地慢慢改轉變 改行為文化的一個藝術村或者美術館 那蘭恩基金會是其中的一個作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 好像在大地裡面 鑲進來的建築 包括這種階梯 在一個大的綠地裡面 草坡 等等這種 這種很長的樓梯 接下來這個案子不用畫 這是案子不用畫 它是一個地景藝術 這個是在荷蘭的阿姆斯丹的郊區 他是藝術家 從這個土堆往上爬 爬到快頂端 突然有個隧道 可以進到這個環狀的一個 一個圓形的環狀裡面來 那環狀的中間有一個躺椅 可以躺下來的 那躺下來 這個人躺下來呢 人的眼睛的高度 人眼睛躺下來這個高度 剛好可以看得到這個環狀的整個 是一個橢圓形的 剛好可以全部看得到 所以他可以好好去看得到 這個環狀的 橢圓形的土堆所框出來的那一片 很乾淨的天空 所以他是用人的視覺 他計算人的視覺這個角度 剛好躺下來這個角度 剛好可以看得到整個圓的 這個所有的完整的邊框 那你做的你沒有辦法 因為受到視角的影響 那接下來這個作品 好這個請你們畫 這個很簡單 這個案子夠簡單的 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非常非常精彩 也非常令人感動 那這個作品呢是 也是瑞士建築師 是Peter Rumpter的作品 那這個作品叫做 農田中的教堂 農田中的教堂 那各位看這個案子有什麼 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這個作品 這個外觀看起來很不起眼 它就是一個水泥塊而已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個建築是一個五角形的 五角形的一個作品 那它是在一片田野中 蓋出來的一個很小的教堂 那這個教堂用了一種工法 叫做那個夯 水泥慢慢灌 灌起來 那這個是農民他們去蓋的教堂 那當然建築師他做怎麼樣的設計呢 他先請農民在這個田的中央 用木頭的樹桿去立成一個 類似像聖誕樹一樣的一個圓錐狀立起來 然後他外面在用模板 每天澆灌 每天澆灌大概30公分的高度 那分 大概幾個禮拜灌 所以總共好像是28天 還是多少天 所以灌起來大概一個五層樓高 不是 大概一個將近五米高的一個教堂 但是事實上它基地很小 那空間怎麼辦 裡面原來這個木頭的空間怎麼辦 用火把空間燒掉 所以它裡面的空間 是用火把木頭燒掉出來的空間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想看 基本上這個建築的一個建造 是一種儀式性 農民本身用木棍 用那個木桿去做出一個 類似像聖誕樹的內空間 外圍再用模板包成一個五角形的 然後慢慢灌水泥 分成28天慢慢灌 最後灌成一個五米高的一個水泥體 最後再用火把木頭燒掉 燒出教堂裡面的內空間 那這個空間要怎麼進去 是由這個三角形的這個門進去的 這三角形的門是用籤做的 所以裡面的地板也是籤 籤經過火燒了以後 就變成一個流動的一個線 各位看得到裡面的這個空間非常的驚人 所以你外面看起來 這個農田中的教堂 看起來像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塔狀的造型 那裡面的空間非常驚人 因為裡面的空間 這個頂是一個圓的 然後再放射狀下來 變成一個圓弧形的 那這個建築裡面的外牆還有很多的孔隙有沒有 有沒有看很多孔隙 這孔隙最深的部分可能有到一米多的深度 也就是水泥最厚有到一米多的牆的厚度 那裡面都是香手工做的玻璃 透明的玻璃 所以在裡面看得到那個光線會從屋頂下來 下雨 雨水會從上面下來 那黏在這個牆內側的這個一顆一顆的 像上帝的那個眼淚 所以看你要進去 這個門是一個三角形 你要彎腰不然會撞頭 可是一個非常非常狹小非常非常擠的 列人非常壓迫的一個入口 那裡面的水泥是不是用模板 是燒出來的 是木頭是弧形 燒出來的那個非常粗糙的感覺 所以裡面教堂的空間看起來是這樣的 像在洞穴裡面也好 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一個 一個非常高的空間 因為裡面很小 裡面那個空間大概兩三米而已 大概可以容納四個人而已 那整個教堂的空間是一個非常高的 所以下雨水會從上面下來 那最特別的是這個水泥 有辦法做到那麼粗糙 因為它是用火燒出來 把木頭燒出來這個感覺 所以你看得到這個弧線 是木頭的這個柱子 木頭原柱所留下來的這個殘跡 那在牆上這個水泥好像像結巴一樣 水泥的這個流動的這個塊體 那它原來預留這個孔隙 放那個手工做的透明的玻璃 就像類書一樣 那裡面空間是簡單的不得了 但是非常震撼 非常小 但是非常非常的 那個純粹的材料的 或者有關光線的 或者空間的這種對比的震撼 非常非常精彩 Peter Thunton Peter Thunton案子不多 但是每一件的作品幾乎是 都是原創 全世界也沒有人這樣去蓋建築 用火燒出來的 它的空間是燒出來的 裡面是堆滿木頭 外面怪水 你用一把火把木頭燒光 所以這個空間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用火燒出來的空間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種儀式 那去蓋這個教堂 也沒有找任何的營造場或工班 就是找當地的農民 在田野中蓋這樣的一個農田中的教堂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很 也是很怪的案子 水上的劇場 那在歐洲 每一年都有一個城市到兩個城市 獲選為歐洲文化首都 歐洲文化首都 那在1992年的時候 Glas 奧地利有一個城市叫做Glas 這個城市獲選為歐洲文化首都 那這個Glas他們就為了歐洲文化首都的這個活動 他們就做了幾個很有趣的建築 其中是在河川上蓋一個水上的劇場 所以它像水中的一個島 實際上這個島是本身不存在的 是人造蓋上去的 所以它是像一個漩渦的造型 那一個橋的兩端慢慢往下降 像一個漩渦 這樣把人留在水中的一個島上 變成一個餐廳 一個戶外的劇場 那這個現在已經是當地的地標了 當地的地標 那個可畫可不畫 我今天也可以畫畫看 有點挑戰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圖還畫得蠻清確 你從畫面上看得到 畫的紅色的部分 是一個橋 也是人連貫河的兩岸的一個路徑 所以它一般我們一條橋 一座橋是一條線 但是這個路徑為了要營造 類似像水流流動的這種速率也好 或者波紋也好 它刻意的在這個形體裡面 做了一個扭曲挫折 那當然這次我稍微往下降 降到快到水面了 稍微繞過了這個餐廳 轉到半圓群的劇場的邊緣 再往河的另外一岸 慢慢往上走 那紅色的部分是河上的街道 它認為這個是街道 這不是一座橋 不過這條街道是跨在河上的一個很美的一個ribbon 一個廊道 那再來有兩個圓 這個繞過一個像S型一樣 繞過了兩個圓 那其中有一個圓 這是一個餐廳 所以這個餐廳是在 就是可以接觸到水面 所以它有一個緩波 螺旋降到一個水面 左右的一個餐廳 在前端 那後端有一個半戶外的一個圓形的 戶外的音樂台 是一個戶外的 那它中間的部分還有一些兒童的空間 滑梯 利用拉索 拉出來的一個兒童的一個溜滑梯等等 那這個建築不是一個完全密閉的 它是一個半覆蓋 各位可以看到 餐廳這個部分 是有一些弧形的構造 上面是玻璃的 那轉到另外一邊的那個戶外的音樂台的部分 那個半弧形的構造 就由屋頂轉到外圍這個牆面 這個非常有趣的 它不是蓋兩個房子 它是一個 但是由一個表面慢慢流動到 從屋頂的形狀慢慢流動到側面 所以它相對也反映那個水 所以我們一般看這個水流下來 那個漩渦的立體的這種流動的軌跡一樣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驚人的 那當然這種案子要蓋出來 是一定是一個結構上的一個挑戰 如何在水上蓋一個水上聚場 所以各位學土木的 水不只只有防紅做提防 把人隔在外面而已 水是可以清淨的可以利用的 可以用不同的想法去營造 所以這個幾張畫面就很清楚的 左上角可以看得到 它幾乎是在河中的一個島 那這個島是非常的優雅的浮在上端 那這個橋緩緩的下來 到這個島上形成一個S型的一個回繞 那包括連戶外的劇場 它都把它做成一個波浪狀的 各位看得到這個座椅 像一個大地的這種流動的波浪狀的這個階梯 那這裡面的餐廳 那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餐廳的椅子跟牆面 事實上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餐廳也是這個牆面扶手流動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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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一張椅子 所以它是同一個概念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包括那個出風口 也是這個類似像結構一樣 花一樣長出來的一個流動的一個構造 那這座蠻美的一座橋 下來轉個彎再上來 那晚上它的lighting 也是用模擬水的這種顏色 藍色的 就是非常漂亮 所以我想一個城市可能 怎麼樣對待環境 可能是有一些創意可以去想像的 在水上喝咖啡用餐 看一個舞蹈的表演等等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經驗 跨在水上 台灣還沒有看到這種案子 台灣的那個 是把一條橋七種顏色 叫彩虹橋 好像也在新竹周遭就有了 或者把一座橋 紅色 那個叫美化 所以我們的創意都是那種圖騰式的 一種顏色的 那個就叫設計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有多大的距離 台灣要到那一天有多大的距離 我們的水岸都是隔絕的 就是人很難清淨 因為到牆就是切死人 人沒辦法清淨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案子 叫做在布拉格 捷克首都 非常美的古城叫布拉格 有一個很有趣的案子 叫做Dance House 它是一個叫飄舞公寓 它當然是很有名的建築師 St. Gary的一個作品 那就在河岸旁邊 所以他希望在河岸旁邊 這座公寓的姿態 像一個舞蹈者在跳舞 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得到 Fan Gary 在這一弱的這種長形的街道裡面 他延續的街道開窗的比例 但他希望在轉角的部分 這樣的一個非常嚴謹的工程的規則 可以稍微被擾動 就像舞蹈跳舞 那個運動 那個群擺開了飄的感覺 剛好這座建築也在橋的第一個端點上 所以很適合來做這樣的一種 很輕盈的優雅的一個舞動 所以你看到這個窗到這邊就開始飄起來 開始流動了 包括它在建築地面上的一些線條 也是一樣 尤其在這個中間的 這轉角的玻璃的這個墊幅梯 各位想想看 這個案子已經15年了 15年前 可以蓋這樣的一個作品 實在是非常驚人 非常驚人 非常了不起 那這個墊幅梯 中間的一個墊幅梯 當然Garry之後又做了更精彩的 太多的案子 包括畢爾包谷美術館等等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幾個 旧建築再利用的案子 其中第一個案子 跟各位介紹在荷蘭的 有一個是教堂 remodel的一個飯店 它就在荷蘭的最南端 有一個城市叫馬之垂克 各位如果念過歷史知道 馬之垂克有訂過 二次大山戰後的公約 這個教堂它被 歐洲其實很多教堂 事實上因為經營的關係 它沒有辦法再維持 所以他們就釋放出來 讓財團去做remodel改成飯店 那這個大概是我看過 質感最好的一個飯店 那當然它透過remodel 可以 那可畫可不畫 相對這個還蠻簡單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基本上整個教堂 右邊的這個bar 這個背 是主要的那個教堂 那紅色的這個樓板是新家的 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個原來的這個教堂 後端的這個和院 是那個修士他們住的地方 那前面的這個有點圓弧形的 比較高的屋頂 這個是一個主要的那個 那個教會做儀式的空間 所以這個空間因為高度很高 所以它在二樓的部分加一個紅色的樓板 就是我們在右下角看得到的這個餐廳 那當然在樓板下面 它還有check-in的地方 還有那個吧台等等 不過如何把這個建築外觀 原本不動保留 但是裡面它事實上全部都remodel 那綠色的樓板 銀貫的部分是房間 那很特別的是這個建築 它又做了一個新的通道 是用一個金屬做的 前面有一個綠色的 它有一個叫做 像一個頸形的入口 像一個脖子一樣的 穿入到這個舊建築裡面來 好 OK囉 很簡單 最簡單的就是一個 舊的被保留 然後加了樓板 加了一個入口 那在這個端點之下 是一個酒吧 那我剛才講的 就是這個入口的 像井形的入口 這個就是說我們在左上角 看得到的這個 用一個金屬的一個管狀的 像雕塑 穿越過這個舊的建築 到裡面的空間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 大膽的嘗試 也是一個非常 非常有設計感的做法 它不只是保留舊的 它讓新的 一個非常細緻的這種雕塑 這種像井形的 拱狀的這種 這種 烹朗的經驗進來 而且這個金屬 它可以把光線 反射在 在這個金屬的面上 因為這整個 入口的照明 只有在地板上的 這種LED的燈光 一條線而已 看在地板上這種線 那這種線 透過這弧形的金屬 反射成這種 流動的這個線狀的光 光 非常的有趣 你看這個 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到 你透過這個入口 你要進一個 三百多年的 歷史的一個教堂 你透過這個 非常時尚的入口 要進一個 三百多年的 教堂改的飯店 進來也是 進來幾乎都是這種 非常非常極端的 極致的 新舊對比 非常時尚 又有這種 歷史厚度文理的感覺 那裡面有 新做的樓梯 電腹梯 那也充滿的 你看 舊的材料被保留了 新的玻璃的電梯 連接到二樓 有一個空橋過來 去看的 Counter 那 牆面當然都是舊的 那裡面的家具都是新的 那當然最美是這個 這個 這個空間 的餐廳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紅色樓板的部分 就是這一張圖 所做的 所以它從教堂的這個 上端的這個弧形的天花 掉很多這種 這種燈具 燈具掉下來 這個燈具像 現代的雕塑一樣 是圓形的 這種燈的反射盤 可以把這個光也 漫射開來 那 因為它提供了一個 二樓的回廊的空間 所以你二樓也有圖書 越覽室 在這回廊的尾端 那所有的家具 都是英國的設計師 Phil Star所設計的 非常時尚的 那 一樓的原來是在那個 禮拜堂聖殿的那個端點上 被改成吧 所以有酒櫃 那 餐廳的那個lighting的變化 三天lighting的變化 用LED的燈 那非常的 非常的美 所以它固定一個時間 會慢慢漸變 那一個一個不同的角度的 這種盤子像一個雕塑一樣 那房間裡面 房間裡面還是保有這種 舊的 這種非常小的老虎窗 那在裡面的家具 都是比較現代的 簡潔的設計 好 接下來我來介紹一個 非常非常 特別的案子 有一個品牌 它叫做 Frettage 那Frettage 它是做什麼呢 它是做包包 做 做袋子 那它做包包 做袋子 它強調是環保 也就是說它不去生產新的東西 它專門 針對歐洲這種貨櫃司機 他們貨物的外面包的這種帆布 大量收購下來 重新剪裁 做成包包 所以它講的是一種 環保回收的再使用 但是每一個包包都是獨一無二的 就是你買的那個 背帶 它一定註明你是從 哪個貨運公司的 哪一台車的 哪一個廠牌切下來的那一塊 所以每一塊的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你買的可能是花了三千塊 買一個很舊的包包 但是你買的是一種環保的概念 買的是一種獨一無二的 那它的袋子的這種背帶 都是安全帶 就是說很多的廢棄的汽車 它把安全帶結下 安全帶事實上是一個很堅固很耐用 所以它的背帶都是用安全帶 所以當它在想像它的 在全球的旗艦店它怎麼來設計 所以它全球的旗艦店 就在蘇利市的郊區 就找了一個工業區裡面 去設計的用貨櫃堆起來 作為它的旗艦店 那貨櫃本身就不是額外再去蓋 它是用recycle 非常有趣的概念 你看得到這個以為是貨櫃 那其實它是一個很有名品牌的旗艦店 所以這個建築的作法完全反映它的產品的背後的理念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可以把這個品牌抄下來 這在台灣還沒進來 不過可能這一兩年可能會進來 那在歐洲非常的流行 那基本上就是貨櫃疊在一起 然後把裡面的空間打通 那所有的東西也都是這種組合的活動式的 各位看得到 所以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像抽屜一樣 這抽屜一抽開就是一個包包 那個包包裡面會有解說 它分別是從哪一個卡車的 哪一個廠牌的那一塊布結下來的 那各位可以想像 在這個環境裡面 很少人會在這種很糟的地點裡面去設 所以它就可以不是昂貴的地點 但是去符合它品牌的形象的 不管是取這個點也好 不管是去設計這個建築的一個概念也好 都是符合它的環保的概念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這是它的概念 它在用折的 折出貨櫃 等於是它的建築是這種可移動式的東西 重組以後使用的 接下來這個案子是 剛才講的在駱爾工業區裡面的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紅點的工業設計展覽中心 是英國建築師Normal Foster設計的 它也是用一個舊的工廠改的 改成一個有關展覽為主的一個設計中心 就是博物館工業設計展覽中心 所以在全世界工業設計得獎的作品 都在裡面做展覽 可以讀不用畫了 不用畫你們看一下 各位看到藍色這個部分 就是舊的建築被留下來的 鑽造的 裡面它新增加了構造 包括清水泵泥土的構造 也新加了電梯等等 也做了新的樓板 紅色的是新做的樓板的成分動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到一個很大的鑽造的倉庫 空間很高很大 但是Normal Foster覺得這個空間 它應該要做幾個不同的layer的架構 然後如何讓人在裡面 可以看得到那個工業產品 在一個非常出曠的工業的遺產 或者工業建築裡面被呈現 所以你看看得到左邊 可能是一個煉爐 右邊可能是一個 現在最時尚的一個沙發 或者這個可能是一個窯 中間放的是一個 現在最時尚的一個流行設計的腳踏車 或者汽車 它用吊的 用平放的 放在這個一堆機器的中間的這個廊道 所以在工業的這種遺產 遺跡建築裡面 展現代的 這是歷史的工業遺跡 展現代的工業設計的產品 是一個最好的對比 是那種粗糙的跟精緻的對比 時間 新跟舊的對比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椅子 是放在這種柱子跟玻璃之間的這個框 它做了一個新的這種展示架 當然不是一個零星的在地面上 是一個很高的這種像立面一樣的一個展示框架 所以人在各種不同高度的流動所看得到的 不是一個非常平面的或者櫥窗的或櫃狀 它是整體的空間的展覽 幾乎全世界得獎的任何的家具 馬桶 用具 腳踏車 汽車 任何東西這邊都有 所有的這幾十年來得獎的 所有設計的產品都在這裡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也令人很訝異的案子 在奧地利 維也納 有一個舊的瓦斯草改的住宅大樓 這個也令人很訝異 舊的瓦斯草沒有拆掉 他們希望保留下來 而且把四個瓦斯草 各找一個很有名的建築師做設計 那之後在旁邊又蓋了購物中心 而且把地鐵拉到那個地方 把它變成一個新的衛星城市來做開發 所以這個案子叫做Gas Meter 是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郊區 維也納的郊區一個很大型的開發案 那大型開發案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舊的瓦斯草被保留 那這個也是一個工業遺跡的一個在使用 一樣 各位可話可不話 不過你可以看到我們如何在紀錄事情 不是拍照 因為你看了建築 所以你知道這個建築是由 一 二 三 四個瓦斯桶被保留 那之後保留它怎麼樣被使用 裡面要蓋住宅 但住宅怎麼連貫 所以在四個瓦斯桶裡面 又做了一個 在二樓的部分又做了這個廊道 連貫一個通道 所以有一個通道的連貫 那原有的構造 就是這個弧形的圓的灰色部分 那外面呢 有一個單獨拆開的 就是使用的單元跟商場怎麼連通呢 那我們剛才看得到的外面的 有一片玻璃的很怪異的 這個是後來附加黏在上面的 那分別有找四個建築師 這個玻璃這個做的是那個 奧地建築師 Covimabra 藍天 他們做的 是有一個新的一個附加的一個大樓 貼在第二個瓦斯桶 那當然有的建築師有不同的做法 分別有法國的Jean Novell 跟包括有德國的建築師等等 他們各有不同的單元的做法 就基本上它有一點像住宅的博覽會 那這住宅博覽會最特別的是 讓四個建築師各針對這個歷史建築 在利用的保留各種不同的發揮跟做法 那在裡面的這些住宅 都要能夠連在一塊 所以有一個長廊的連貫 那相對的這樣的一個住宅以外 它還要提供電影院 商場 購物中心等等 那交通要解決 那各位看外觀看起來就還是蠻舊的 在屋頂 你看屋頂的這個已經被拿掉了 屋頂頂蓋被掀掉 所以自然光線可以進來 所以瓦斯桶裡面就不在意看 那接下來你看這個剖片也蠻特別的 在中空的樓層把四個瓦斯桶貫穿 那各位看得到的藍色的綠色部分 主要代表就是那個住宅的部分 是可以出租的 或者是可以在市場賣的 那紅色部分可能是公共的市場也好 或者商店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非常非常有趣 而且這個再利用是一個立體化的利用 而不是一個只是平面的保留而已 所以像住在這裡是蠻有創意的 蠻有創意的 那各位也沒有辦法想像 這裡面的空間外面是這樣的 裡面看起來就像可能像101 看起來像金華城一樣 沒什麼兩樣 大型的購物商店 大概什麼品牌都有都進來了 外面空間是這種鑽造的 一百多年前的這種瓦斯槽被保留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圓形的空間 圓形的挑空 有自然光源下來 等等 所以這個是人類既保留歷史 又對未來生活型態有所想像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案例 非常好的案例 那我認為台灣的房地產開發 就是非常缺乏想像 我們有什麼羅浮宮 有什麼美和寺 那房地產廣告都是非常誇張的 但是對設計的深度來講 跟環境對應的關係 對歷史的尊重等等幾乎是零 那對公共空間的這種關懷跟照顧幾乎是沒有 那台灣的豪宅都是那種昂貴材料的堆砌 從頭到尾都是鋪石材 那百萬的廚具 那對外部空間很少做比較有趣的塑造 或者去討論營造等等 那這個是這個案子旁邊的商場 旁邊的商場 你看那彩色的玻璃非常有趣的 好 那最後結尾 一些零星的接到佳祭啦 所以這個事實上這個是一個報告 就是一趟旅行 那個其實跟我去旅行做的一個整理 這麼的雜記 零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看東西畫東西 然後轉成那個相對的關係 所以這個是學建築的人 怎麼樣去記錄一件事 當然拍照一樣拍 然後還有比較細微的看一些比較小的細節 那小的細節 這個材料怎麼收啦 那它的概念是怎麼樣 很多的小的 小的典禮扶手啦 那個柱子怎麼做啦 等等 就是很多的手稿 瑞士山區的小木屋 那它跟環境的關係算是怎麼樣 風是怎麼樣 這個都是手畫 你才有辦法了解 很多很多的手稿 所以當然拍照是最快 但是你要了解那個空間內涵 要透過手 要透過手 所以我認為如果 這一門課對任何同學有幫助 如果有一點點幫助 就讓你們可以動手 這個還蠻重要 那像這個是另外一個我們住的飯店 那飯店的入口的玻璃的雨坯 螺旋梯的 那這個螺旋梯的玻璃的踏板如何 跟旁邊的這個構造 離開一塊 它怎麼去鎖 怎麼去固定 住宿的飯店 那再來一些小的都市的零件 包括電梯啦 公車等候停啦 電話停啦等等 這個都是 包括路邊怎麼設計 那有些它那個刻不是很高 所以它就不用設計太寬的路面 它是停車可以在兩邊 各佔一半 那汽車的門檔 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可以機械式的升降等等 那包括廣告照會不見到的座 有是用投影的 投在地面上的 那這個圍牆的做法 各位看一下這個圍牆 是用鐵片切開了折出來 你看這個樓梯也蠻特別的 這個樓梯就直接折到旁邊的地面了 那有一些公共的藝術 這是街道很重要的還有活動 人在裡面的活動 一個環境裡面的活動 人是很重要的 在城市裡面的空間的人 小孩的 街頭藝人 工作的 休閒的 等等 這一些就是跟我去旅行的朋友 很瘋狂在拍照 好的規劃 今天豐富帶團 當然講的是我 零集應變 大家要收集資料 拍照以外的資料收集很重要 各位要去畫圖 大家去畫圖 或者寫字記也好 那當然第六個是大家旅行都想用比較簡單的 就是Easy的旅行方式 好 那今天演講到這裡 好